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如何用手柄唱完Superstyle开发的休闲竞技游戏爆裂小队 爆裂小队汇集了部落冲突、荒野乱斗、卡通农场、皇室战争和海岛骑兵庄的各种角色 可以说是Superstyle版大乱斗 用手柄操作能让你更好地享受这款游戏的激烈对战和丰富玩法 准备好你的手柄,让我们一起进入爆裂小队的世界吧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获取更多精彩的游戏教程 首先到KR.com下载安装KR 首次使用要激活,跟着步骤一步一步做就可以了 手柄用来压连接手机,什么手柄都可以 设备管理这里可以看到已经连接的设备 准备好后,我们把游戏加入KR并启动游戏 可以看到左上角多了一个悬浮窗,这时手柄还不能用 我们需要做下映射配置,点开悬浮窗,添加一个左摇杆移动 调到合适的半径,把释放延迟改成0 保存 拖拉到合适的地方 模拟人物走动 点击右边这个奔跑技能的位置 配置一个二一键触发奔跑 回到游戏,测试下 左摇杆可以控制移动了 二一键也可以奔跑 接着,我们留意这个道具技能 是需要按下后进行瞄准的 并且如果拖拉到屏幕的边缘 就可以取消触发技能 回到悬浮窗 添加一个摩霸技能键右摇杆 为了按键四二一键 保存 拖拉到对应的地方 再添加一个摩霸取消键 修改快捷键为二二 然后保存 拖拉到屏幕的边缘 回到游戏,这时我们长按下要一键 就可以用右摇杆来瞄准 按下二二的话 技能就会取消 长按要一键瞄准 按下二二键取消 慢慢操作就会习惯 瞄准后,松开要一键 就会使用道具 最后,我们把楼选择也配上按键 打开悬浮窗 单机人物的位置 按下顺手的手柄按键即可 这就配置好了 我们来实战一下吧 优优独播剧进去 优优独播剧进去 最後請關注我們 繼續製作更多教程 今天這個手柄玩爆裂小隊的教程到此結束 謝謝